目前防水透气材料和发热纤维等功能性服装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密 因此开发功能性强劲的新材料和创造高附加价值 已成为纤维产业趋带解决的课题 同时韩国纤维产业的开发还融入了环保元素 记者报道 作者是为提购纤维产业竞争力 于去年12月在经济道北部地区成立了经济绿色争执研究中心 为培养特色产业在争执专营技术中 浓露的环保元素备受注目 基于最新掀起热潮的绿色技术 为使各州小企业能够拥有具有特色的尖端纤维材料 正在进行不断的努力 一般的蓝色方法是把蓝料水和布 一切放到机器里进行转动 这种方法不仅能耗大 在废除处理等或许处理方面需要投入的费用也非常高 研究中心最新开发的冷革对蓝色方式使用滚子 能将蓝色涂抹在布料上 使用布料彻底吸收蓝料 这种方式的生产效率高 能够大大节省能源的使用量 通过这种方式 真植物不会其中 始终保持平整的状态 因此外干变得干净整洁 具有减少污水和节约能源等优点 并且由于能够平借比现有面量质量更高的品质或的技术上的行征力 同时连续水吸机的国创化也取得成功 改机器主要用于清除蓝色过程中为发生反应而残留下来的奶料 由液氨加工而成的方式品不会其中 因此无锡运糖 相信不久之后将这种加工方法 手速运用到正制品中 开发出裸软、生素性强的新材料纤维 如果能实现所有供应流程的一元化 停止不切的韩国纤维产业 底会迎来灿烂的前景 我们下期见